是面子的問題 人家的屍體都拿了下來 其實人家要檢查你是哪一間的 都不是很難檢查的 你通常這些東西 當然有些蛛絲馬射在那個球裡 或者在那個球帶著那塊東西那些東西 你不說話不說 人家大概都猜到的 這塊東西 那我也覺得大陸不會愚蠢到弄這麼大塊東西去做間諜而已 那塊東西誰都看到 肉眼都看到 你真是當美國傻的 6月6日中國和香港就全面通關 那現在根據香港的報導 沒看到對香港的經濟帶來一些起色 反而看到好像水浮下又死飛撲營 那香港的一些黃瓜灣仔上水 出現了大陸的好像 愷邦啊 就在香港那裡 那個地方去黑色 那另外一個 報紙也看到了 有一個移居城市的報導出來了 香港現在是移居城市在亞洲的地方 跌穿了93名 那新加坡都去了第一 這個路差這麼大 其實報紙 怎麼看香港現在的環境 其實是不是一點一點一點的吸引力都沒有呢? 你說打開門口就有一幫黑衣走來 我覺得公道點說 這個是必然會發生的現象來的 正如我現在在倫敦 我都看到很多黑衣的 那些黑衣都未必是這裡的人 可能是別的走過來 即任何城市 任何地方 即是紐約我都去過 其實都是周街 去墳街黑衣 都多的 那不代表什麼 即是你開了一個門口 那些人可以有那個權利出出入入的 那自然會有這樣的人 這個當然了 就是純粹就是說 它是不是真的對你的城市 帶來一個很大的困擾 或者是影響 那暫時未見到這樣的情況 即是你始終都是不在乞丐的 多一點 就是來到所謂有狼有狂 但是 即是又又又說回頭就是它一路所主張的 說通了關就好像會發達了 通了關就會升起飛天 那這些事情就 即是現在很明顯看都不是這樣的情況 那你最主要 即是想都想到 你一開的話 就可能是本來是拆散了家庭的 拆散了一個群體的 或者是一間企業公司的兩邊的人 可能可以團聚到或者做到事情 這是第一樣的作用 那第二樣就是 會有些旅遊的 始終大陸都是會有些人想過來香港那裡 買東西好什麼都好 是有的 那但是 即是今時今日這樣的環境 首先大陸的經濟差了 誰人都知道 那第二 香港整個體制各樣都差了 那這個都知道 那即是他可能過來香港和他去深圳 可能沒什麼分別的 那當然 大陸我想都很多人會去深圳的 但是 也來香港會不會覺得深圳和香港有很大分別 這個未必會 那來到這裡買什麼呢 可能都是買一些大陸禁了的 就進不了經濟的 不然如果他真的 你過關那一刻又有困難的話 那你這裡買了都未必是拿了過去了 那可能是偷偷地走水貨 你一片相是走私那樣的 那就是 我想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經過這麼久的lockdown或者困住 有很多那些貨物的運輸 其實都不是說很難做到的 即是你香港都可以譬如 上那些大陸網買了很多東西 那其實大陸要買那些香港東西過去 都是一直都有渠道的 差在就是說 你是不是親身下來可以吃到東西 可以有一些服務用得到 是那些會有些幫助的 如果你說本來是買一大批貨的 也都未必說那些人會自己走來抬過去 即是除非你很近 你本身已經住到很近 即是在深圳很近 香港這邊 那你過來就OK了 即是合邏輯 如果不是說你太遠的話 我想不到為什麼譬如廣州比較老遠的 你走去香港賣奶粉或者賣藥 即是有什麼那裡沒有 即是你這裏有的他都有 大家都有 即是其實看不到有這樣的空間 所以其實你觀察到 譬如說現在的市面都不是說 好像以前所期望的那種現象都是合理的 那你至於說一夜湧下來的 可能那些珠寶首飾等等那些高檔東西 那些其實湧一陣的而已 我又不認為這樣的經濟環境 譬如說你再差一點會持續性這樣 有很多很多很多人會買很多很多很多 即是我就相信不會了 即是大家其實那個消費力都是弱了 那所以這個角度看就 我想開就好過不開 但是你也要計算一條數 就是說你開了之後 你有人來一回事 那你自己香港人也會走出去消費的 也都有一些香港人說說去了大陸 或者去了日本各處消費 那你其實一加減之下 究竟你是賺了還是虧了 有沒有好處呢 這個都很難說 即是都要遲些看數據才知道 不過直觀而言應該就 賺虧也好 都應該不是一條很大的數字 那個分別不是很大 是一些官是這樣在那裡吹到很大 而實際上不是那一回事 那第二樣你說的就是那個 那個嫌疑區 嫌疑區這個從來都是就 那個排名呢 很多時候就是拿那個生活成本去排取的 那你在香港呢 就是說那個樓價跌 其實都不是跌了很多 就是官方指數計都是跌了15% 數法 那你租金可能都有對應的下跌 但是租金會遲些少 那就是其實你如果升了那麼多 年升了這麼大的比例 你才會跌一些跑 其實都還是貴的 那你還是說回那句 現在的人可能營商能力 賺錢能力 因為香港其實以前沒有賺錢 就是差了的 那你差了的時候 你又要給回這樣貴的成本 就是現在不知租金很多 譬如是食材 出街吃飯也貴了很多 那你這裡的花費實際上是多了 那再加上你最近現在很多公司業加價 那所以你如果用生活成本去量度的話 香港一定是輸的 一定是排到很後的 這個是很自然的 那但是譬如說生活成本低 是不是等於很便宜 很正呢 那也不一定 即是好不好賺錢很重要 但是你有沒有哪些地方說好賺錢 但是生活成本又不高呢 我又覺得長線來說 不可能有這樣的 就是這麼便宜的東西持續下去 是不是 就是你一個地方好賺錢的 自然就會吸引越來越多人來 那慢慢那個成本就一直會升的 那你譬如說香港這樣 男人吃的越來越惡搞的 那你自然知道 那些人不來就走了 那當然那個生活成本都會向下 因為走啦 那些人還有那裡那麼多需求 那所以這兩方面是相負相成的 那現在爭在就是說 可能人是走近一點 錢是走近一點 但是你說成本還未又怎麼下跌 就是這一下就會令到那些人一時間的感覺比較差一些 但是隨著你說如果香港真的越來越難不賺錢的 那其實都會越來越多人走的啦 越來越多錢走的啦 那你整體的生活成本我也都不見得會長期維持一個很高的水平 慢慢都會跌的 那現在我可不可以講一講 就是現在大家都很關注的 就是中國大陸那個氣球 就飛了去美國的上空 那現在就被美國的官方擊下來啦 那現在雙方在這件事情都是在那裡發射的 那現在美國那邊呢 就怎麼說呢 就是 就是美國分別在華盛頓和北京要射殺過國家的外交官啦 就這件事呢 做了簡報啦 就說這個氣球呢 是中共的解放官 控制的 就是意思是中共的解放官啦 其實這件事的後座呢 博士都覺得會有些什麼呢? 就是怎麼樣的震動啊? 我又覺得 你純這件事就沒有什麼東西的 就是當然啦 你說如果真是一個民用的東西 那上了去 到處吹 到處飄 我覺得都不是不合理的 都說得過的 就是你一個氣球 當然是有些人發博你的話 不是啊 他可以整個螺旋掌控制著他怎麼飛的這樣 但是其實你的波這麼大呢 你上到去 你其實 除非你真的有個引擎在這裡 保持著著去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不是太容易 持續性控制他那個長久的方向 就是那個氣流的動力都相當大 那如果一吹軟了的話 你都很難控制究竟他怎麼走 這個也是的 那第二呢 你說如果假使不是民用的 國家層面的這件事 那我現在覺得大陸不會愚蠢到 弄這麼大的東西去做間諜而已 對吧 你這件事誰都看到 肉眼都看到 那你真的當美國傻嗎? 你真的非這件事做間諜 怎麼做間諜呢?這麼大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從民用啊 軍用啊 或者什麼角度去講呢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那件事 因為下來他慢慢化驗 你說是一些出鼓 說很刻意是間諜性質的東西 我傾向不多相信啊 我覺得機會沒那麼大 但是呢 回頭說吧 假使你不是有惡意的 那你這件事進了別人的境 都是你不對的嘛 那你不對 你是不是應該說對不起呢? 沒有啊 是吧? 你第一句就是我遺憾那件事 不如你不要教我那件事 就是你這樣口氣呢 你在哪個 別說美國哪個國家聽到都不弄 這件事 是吧? 不弄你的時候 老實說 你有些東西進了去 他怎麼處理你 也都 我想從他的角度講都大條道理 他真的倒下你 你也都無可口非了 你有一件事 他也可以懷疑你 他也有一個合理的懷疑 你也搞什麼東西 他也不知道 是吧? 如果你真的對他構成一些國家安全 他也有他的法例 做他的事 是吧? 那你之後可能就 其實 你最多上綱上線呢 就說借這件事去發酵很多東西 跟著就 玩很多制裁啊 又反擊啊 但是你官乎現在美國的口氣呢 其實就倒下他 去看看他是什麼 其實他也可能看不到什麼 其實如果你整個這樣的東西 飛過別人那裡 你也預料到別人會看到的了 那你預料到別人會看到 就是這麼大的東西 你也不可能看不到別人 你預料到別人看到 別人也會去拿他來看看是什麼 這個你已經預計了 我不相信大陸不會預計這件事 既然預計了這件事的時候 我又覺得他不會放了很多東西在裡面的 你如果不是放了很多東西在裡面的話 那他現在拿下來都看不到什麼 看不到什麼東西都沒事了 其實你再升級的話 美國最多就制裁這件事 但是其實現在你已經拿了個彩了 對美國來說 你就射下了他 拿了他的私鞋出來的 但是我又覺得那個大陸可以再做的事情也不是太多了 意思就是 你說你有反擊或者保留什麼權利 那你保留什麼權利呢 再飛一些氣球過去 我又不認為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做法 還有大家那個在那個 這件事那個 是不是想借這件事再升溫起來 都不是 只不過大家想是拿一塊面子去下台 那所以這件事很可能就是來到這裡 大致上我傾向是 就是到此為止 那但是當然了 你現在這麼巧這段時間 可能又有其他制裁的行動 這個又關不關事呢 這個就未必關的 那但是你始終都是 有一個借口給了美國 有一個借口給了美國的時候 他都可以真的再 沒有東西的話沒有東西了 有東西的話可以借這件事的話 其實就沒有什麼好處沒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有些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估計 接下來也未必說這麼快 那麼容易會再有其他東西飛過去飄過去 就是隨時又被人拿來做借口 這個就其實 我相信大陸不會這麼做 那美國會不會有反擊又飛一些東西過來 我也都覺得不會 其實大家都傾向這件事就這樣算 那個機會比較大 你說它是民用的 但是中國政府現在無論如何 它都不肯公開那間公司 哪間公司擁有這個氣球 所以現在如果它可以公開了 我可能不會這麼有懷疑 是不是 但是 我想在它來說它都很要面子 現在在大陸這邊 它又 你又要我說我又不說 其實是 就是玩東西那一隻 我相信是 其實不是 不是有什麼很秘密的東西 就是跟我最初說的一件事 就是你真的有什麼秘密的東西 怎麼會弄這麼大的東西飛上去 大家都看到的 應該就不是一些很秘密的東西 但是始終都是那句 你飛一塊東西上去 那麼的確的動機是有些可疑的 那你也理論上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問題就是 當然你不會蠢到 明目張膽飛的東西過去 美國上空就做 但是 人家又會想 究竟你在這裡搞什麼呢 那你如果 當初肯說清楚 那我想這件事就會容易 但是 因為你現在的背景就是 大家都在打冷戰 你打冷戰的時候 你 又說要人家去 去交代所有的詳情 那大陸當然是不肯的 不肯就沒辦法了 就是唯有搞成這樣 那波士尼有沒有看到 美國總統拜登發表的過程之文 其實也提不到這件事 我間接地提到這個氣球風波 說如果是中共威脅美國主權 美國就一定會採取行動 其實就不至於的 說真的 這個波 但是 我想這件事是比較 Symbolic 就是大家會 由此去揣測 就是假使 假使不是這件事 就是別的位置 你不知道台海 哪裏都好 是假使又出現了一些這樣的情況 就是 一者犯另一者 那究竟避犯那個 究竟他又有什麼反應呢 就是其實會不會是 很大反應呢 那你從這件事看的時候 其實 其實美國的反應都不是說 叫做很 很aggressive的 你看到那個東西 那些東西進來了 其實一進來他已經滋意了 他都躺了幾天 他問過你 他問過你那個是什麼 你不回答他而已 你說 你為我遺憾 你說不好意思 你回答得沒什麼誠意 他才找個位置去做你而已 那其實 你看到 其實美國不是說很想升溫的 那他最新的說法 都是說 不是當大陸是 什麼 就是要對抗的一個 一個目標 只是競爭而已 那我估計 都是 就是 美國不會是很想在軍事層面和大陸是升級的 其實大陸也都未必是的 但是大家 就是 那麼大 大家都 頭兩個大國 那就要面 都是要面 那樣東西 才會製造一個這樣的效果出來 但是你純粹要面的話 就是現在 我那個感覺都叫做大家都下台了 美國你捨低了它 大陸又說我保留了權利 其實沒有什麼再在這裡再搞 那現在也是 其實實際上骨子裡 就是美國開始那個經濟有些轉差了 也都不是說真的想 那麼 那你做得很盡 那你做得很盡的話 其實 假使真的 真的 都未在 其他領域 譬如經貿等等 那些升級的話 那你對美國來說 是不是很著數呢 其實不會 你逢是一動的話 其實大家都 相輸 看哪會輸多些 那你現在經濟開始轉差 這個是一個 他一個考慮 他差不多要選 那這個也是一個考慮 那你大陸這邊的經濟更差 那其實就 你現在才剛剛想說 就是 打開門口 告訴別人 你服償 叫人家走來 那你現在這麼巧 這麼巧打開門口 就搞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 現在不適合那條 那你 你適合那條的話 我想其實是 給一些 叫做 有善的姿態在外面 其實現在的陣型 都已經分得很清楚了 一個是這邊 一個是那邊 所以 你如果 從大陸的盤算來說 你說 在這件事情上 你好像牌面上 只是得罪美國 其實 他的盟友看來 未必是這麼看的 如果你跟美國 可以罵得這麼僵 的話 借這麼少的事情 可以升級升得很離譜的話 那說真的 你跟其他盟友一樣 可以發生類似的情況 你發生類似的情況的時候 就是 變成大家 如果再進一步 在經貿上有事情談 的話 就會想清楚了 所以 這個我想 不是大陸現在想要的 因為 他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 他裡面那個 所謂 復甦 其實是很困難 現在 兩塊大槓桿 一個炸一個樓 現在正在去槓桿 你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多不少 你都要靠外面 但是現在外面 其實你看到過去幾個月 那些貿易的數字 已經很差了 那你貿易的數字差 你靠貿易 靠貿易 靠貨物服務出口 做不到什麼成績的時候 你就要靠真的 講的是有沒有一些新的生意 或者資金帶動回來 如果你正正在這個位置 你就 就是 一個球而已 那麼小事 你就搞我整盤的東西 我想 不是他想打的算盤 我古大陸都不會做這麼蠢的事情 是不是 始終中共最後 他自己要先跪下 不可以這麼說的 但是 事情就完了 我想大家都有個面子 多謝李博士 謝謝 拜拜